五力红光mini被亲戚的称为家人们的玩具 不仅因为它长得可爱也是代步小能手 鉴于它热度太高我怕把握不住 今天给大家说说另外一款代步小车 北汽制造新能源元宝 买车呢就像买房 重点就是要经济实惠 如果再豪华一点那就更好了 这双车价格不贵 只要三四万块钱比五力红光还便宜 配置咋样呢 咱们先看外观 整车线条饱满有力 车头双C自行LED大灯 搭配两侧珍珠亮色的日行灯 车头看起来更加饱满 整整有神 两侧的车门下方设计有修饰条 再搭配正浮式轮毂 让整车的侧面看起来精致又形 原本的车身尺寸是要比同级别车型更大的 车身尺寸达到了3162毫米 2050的超长轴距 让车身更大 驾驶舒适 走上车 精致车第一感觉就是这内饰太精致了 它有刷10.25英寸的智能粘体大品 这驾驶感立马就上来了 还有这换挡旋钮周围都是杜格修饰 这才是细节 这屏幕搭档了360度 全新影响 车身画面前后左右 四个摄像头 路况一目了然 驾驶更安全 同时还有破满辅助 低速行车警告等功能 方便驾驶 而且还有语音 加户系统像空调音乐视频 都可以通过语音来控制 这视频在屏幕上显示也是非常高清的 而且在安全性上 该车配置了ABS加EBD电子稳定系统 胎压检测加前后驻车雷达 全方位保加护航 在动力和续航配置上 该车采用了最大功率为20千瓦的电机 设计最高时速为100 在续航上有120和170两个版本 城市通勤足够使用了 这样一款不输武林宏光命令的代步小车 用它作为城市代步工具 你觉得如何